4. 悉修正了义 修正了义, 这个物因是做什么的? 是叫你修才能正德。 你修, 怎么修呢? 你修参禅, 或者念佛, 这都是修。 可是这一个修, 是专门修参禅的, 要专门修参禅才能正德。 这个正是正德, 正德什么? 正德了义这种的而理常。 什么叫了义呢? 义就是意义, 这个意义了了, 就是活有意义了。 那么活有意义, 说是我们普通的人做事情, 总说一点意识都活有, 这也是活有意识。 但是, 这个了义是把世间, 出世间法完全都正德无如了。 再活有法可修, 再活有法可正了。 也就是永家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 军不见, 绝学无为行道人。 不随妄想不求真, 绝学不学了。 无为什么也不做了。 行道人, 他什么事情也都不做了。 不随妄想不求真, 他也不随妄想也不求真理了。 为什么他不随妄想了呢? 因为随尽了, 妄想活有了。 所以他随不随了。 不求真, 因为真, 他已经得到了。 所以就不求了。 活有得到, 才要求。 他已经得到这个真理了。 所以就不需要求了。 活有随尽妄想, 才要随妄想。 妄想活有了, 就不需要随了。 所以了义也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因为把佛所说的义理, 已经正得无如, 活有法可正了。 学到哪个极点了。 那不了义就是说还有意思呢? 现在这个就是什么意义都活有了。 肝而结症。 这时候, 到物因那个静定的本体上。 所以这是修正, 才能得到了义。 如果你不修, 就不能正得了义的这种境界。 那么了义, 这是个大义。 大义是包括一切义。 说是了义活有了。 活有了, 这才是一个真有。 你若有的时候, 那就不是真有。 所以正得这个了义了, 再无义可正, 就是到哪个极点了。 到极点, 是到什么程度上呢? 也就是到佛的境界上, 到佛的果位上。 好,再次。 我那种重点是有了。 这就是, 您能被摆倒。 更多, 您能被摆倒。 感谢观看